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国热评 本期栏目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 分别是夏业良教授 以及韩联潮博士 两位好 你好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两位 在近期11月7号 马英九与习近平将会在新加坡 举行会议 那么想请问两位的看法 对这次的会议 您认为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候 夏教授 这个时候呢 一个方面是国民党这个任期即将结束 就马英统总统的任期即将结束 那么另一方面呢 其实他们说这个接触 有这个方面的这个思想 已经有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 可能恰好在这个试点上 才促成了这样一次见面 那么对于中方来说呢 一方面这个国力所谓这个越来越雄厚 也需要就是说 在统一两国两岸之间的关系上 要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所以这个方面呢 他就希望这个试点 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有的人把它比喻为这个 从1949年之前 国共的那个接触到现在 两岸之间第一次有正式的这种 最高层的这种接触 所以把它看作一个里程碑 或者历史性的这个事件 但是呢我们从外界来看呢 就是大家担忧的比较多 主要就是担忧 会不会国民党放弃一些 最基本的原则 多年来所追求的一些尺度 最后呢就是 等于是对中共进行妥协 那么这个包括民进党 也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在宪法程序上 或者是其他的法律程序上 不符合这个以前所做出的承诺 这有很多的质疑 所以作为我们这个外界的 这个观察者来看呢 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不应该由于这个喜马会谈 而造成台湾利益的这个丧失 或者一些最基本的这种 价值底线的丧失 我们担忧的是这一点 我觉得喜马会 刚才这个下周谈到 主要是已经考虑很长时间 但选到这个时间点呢 我觉得它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就是说台湾的这个选举 正在热火朝天的进行 国民党在选举中间的 已经出现一个混乱的这个状态 在关键时刻把这个候选人换掉了 原来候选人换掉了 所以呢他希望通过喜马会 来重新启动国民党的这个选举 希望能够保证这个国民党 能够继续执政 这个我想可能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马云九是不是要留下自己这个历史地位 轻史留名 创造一个历史 我觉得可能有点因素 但是不是主要的 那么我觉得呢 这个至所以国民党失败 是这个亲共政策 是马云九亲共政策的失败 所以呢这个台湾让台湾的老百姓 台湾的人民越来越与中共离心离德 与国民党离心离德 那么现在要重新启动 怎么启动呢 我觉得不仅仅是说两个首脑 两个领导人见面以后 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那么需要一些实质性突破 实质性突破包括什么方面呢 我觉得至少中共呢 应该要承诺不对台湾 这个动用武力解放台湾 所谓的解放台湾 那么同时呢 也应该啊在经济上呢 给台湾呢 做出一些更重大的一些让步 这还要补充一点 就是有人说 他们这次的历史性的会谈 应该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说这个缓和两岸的关系 我就说了 我说这个不太可能 比较有可能获得这个国内 所设立那个孔子和平奖 但是那个奖呢 可能他们两个人又不太在意 但是要讲就是说 刚才讲到政党政治 选举的这个需求 马英九在这个时段 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考量 但是更可能呢 是他希望能够成为 将来历史上能够记载 说是两岸关系 这个和缓是由他来走出这一步 其实呢不仅是现在了 就是九二共识当时推出 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九二共识据说也是在新加坡达成的 那么这次呢选择新加坡 这一个第三地 可能双方可以避免一些尴尬 很多人关心他们见面的时候 怎么来称呼他们 就是领导人怎么称呼 后来最后说 互称先生 所以我们又开玩笑了 说为什么不互称同志呢 就是说 这很尴尬的事情 因为中共从来都不承认 这个台湾领导人的地位 只说台湾地区领导人 对 那这样的话台湾也是可以不承认 中共的这个领导的合法地位 所以的话双方都不能有承认的合法性 但现在呢双方能够坐到一起的话 就是想为了避免这种尴尬 或者说原则立场的冲突 最后就找了这么一个妥协的办法 就是互称先生 那么接下来再来讨论一下 最近备受争议的一件事情 就是新疆日报的前总编辑 赵新伟因为妄议中央而被双开 开除党籍已经开除公职 这点请问两位怎么看 首先这个中央在10月21号 出台了这样一个规定 就是很奇怪 跟在历史上很少见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不能妄议中央大政 那作为一个党员 本来是应该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对吧 要向党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和建议 那如果一个党员都不能够讨论方针政策的话 那些党员那只剩下服从的份了 那这样的一个政党 尤其是执政党 它的这个执政理念 难道不受党内监督吗 不受党内的批评和 哪怕是提供建议 这种如果不开广开言论的话 造成一言堂 那么这样一个独裁党 它不是更加独裁了吗 所以那个新疆日报的主编 按道理来讲作为党报 党报的主编执行上面的意图 都是非常坚决的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关键时刻 会说它是妄议中央大政 但是好像也没点出具体的事实是什么 只是比较虚的描了一下 然后又说它什么一些 经济上的问题 私人这个生活上的问题 小金库的问题等等 就扯了一些其他的 所以应该重点的讲 它怎么妄议了 它如何妄议 这一点中共没有讲清楚 那韩教授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您认为这个妄议中央具体是什么 我觉得它在这个中共的 那个处分党员的那个条例上面 这个对妄议它没有做任何定义 这个就是完全根据这个一把手 上级的这个意志来行事的 那我觉得这个信号 这个释放出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那就是说中共呢 又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那种 这个文化大革命前的这个 就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个 列宁主义的政党 在党内搞这个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 那么过去对我们知道 就现在是强调党性 这个列宁主义党总是强调党性 这个党性是至高无上的 那我们知道很多过去党 中国共产党从历史上以来 十次路线斗争 都实际上因为有些不同的组建 有一些个不同的政见 那么实际上是一个权力的 斗争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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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不是说是真正的是路线斗争 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过去张志欣 林昭这些都是批评共产党的 那时候的方针政策的 事实证明这些人都是做对的 胡耀邦 邓小平 包括邓小平 我想也是批评这个以前的那个 中共中央的大政方针的 如果说妄议的话就连改革开放 那都是妄议 反右完全回到那个时代了 这个时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那个像王乐泉在新疆 贪腐非常的严重 是新疆的一霸 那么后来呢 这个中央也没有对他进行 一个明确的处置 他对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 使用高压政策 然后把好处都给他自己的这个 亲戚啊 自己的利益集团里面的人 所以这点是名分极大的 在后来张春贤去当这个新疆的 一把手之后呢 也没有这个做一些和缓的工作 反而呢在有些方面 在维稳方面变本加厉 所以使得这个民族矛盾 愈加这个激烈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 我觉得像新疆日报主编 他在那边时间比较长了 他可能觉得这种政策 是需要调整 不能够火上浇油 如果火上浇油的话 造民族的这种对立 也会造成了这个民族仇恨 有人说这个恐怖分子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自己 制造了这样一个民族矛盾 然后才出现了那样的一个恐怖行为 对 我觉得还有一点 因为在中共啊 所有的这些干部的任命 他都根据一个人走的 根据一条线 换了一个老板 那么你要是不服从他的 这个一些安排 或者是对他有些看法 他会给你 这个权斗啊 是中共的一个传统 所以他一定会利用 这些个办法 妄议啊什么这些东西 给你加上一些帽子 然后把你赶出去 这个权斗是 利用这些东西来权斗的话 是非常的 这个历史上一直都是如此 是 非常危险 那想请问一下 最近啊 有一个新的新闻 是说中国自主研发的 一个大型客机 C919下线了 那么对于此 您两位有什么 有什么想法 看法 这个是否是 中国自主研发的 大型客机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历史 在70年代中共就搞那个 运食的这种试验 也是大型的载客机 搞了很久以后呢 到80年本来是说要立项 然后呢 到86年就停下来了 研发经费也不再给了 那后来呢 那个这种新的研发 就是在这个C919呢 你可以看出它的核心技术 它的核心部件 仍然是西方几个大国 那么中国主要生产的是 机身和尾翼 所以说从自主知识产权 这个话来说的话 就有点催大了 因为自主知识产权指的是 基本上那个 你的国产化率 要达到90%以上 对吧 或者80%也行 但是是核心技术 但是呢 现在的情况是 刚好是相反 核心技术是人家的 核心部件也是人家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经济上是有很大的进步 但是大部分还都是模仿 最多是在技术上的 一些简单的创新 原创性的发明 创造极少 对 您提到这个原创性的发明 创造这个提得非常好 因为最近中国制造业 连续三个月 都是创始上很低的 这个效率 也就是说 中国的制造业 也在遇到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怎么样才能革新发展 取得更新一步的 中国经济上的一次腾飞的话 那还要看中国创造 以及革新 以及技术研究人员的 这个进步 那么韩教授想请问您 关于中国开发创新企业 您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刚才下周谈的这个C919 我觉得我的看法呢 就是说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虽然很多核心技术是美国外国的 这个因为你看中国自己的报纸媒体也承认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中 这个从2008年就开始了 那么有16个所谓的合资企业来做 来从事这个工作 那么G1你知道是美国通用公司 这是主要的制造商 那很多都是靠它的这个核心技术 尤其是在驾驶室 驾驶舱里头的一些技术 驾驶舱和控制仪表 控制仪表 对 还有很多引金 也是完全从这个机翼这个地方买过去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很显然呢 他们已经逐渐的走上一个正规 这是的确是合作的一个项目 但是呢 跟过去那个运池比起来 这已经更上一层楼了 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呢 这个是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但是呢 它会未来会对美国 对西方的这些一个商机啊 就是说商业客机 这个市场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威胁 因为它 它是主要是中短层的客机 它的竞争主要对手就是空中客车的A320 和这个波音的737 对 所以这个它是在一定的范围里面 在进行竞争 对于中国 因为中国本身这个需求量非常大 可能这个一年里边 如果它这个飞机 这个投入商业使用的话 可能初期就有三百多架的这种需求量 对 韩教授 我想就是说 我没有说完那个创新的问题 你刚才提的那个创新问题 这个创新啊 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创新 这个原创新的东西 那么就是要有一个非常宽松的 政治环境 经济环境 这个管控的环境 那么中国的现在没有这种管控环境 所以没有这样的一个宽松的环境 所以它必须要从这个靠窃取 靠抄袭来发展这些产业 但是从长远来讲 中国要真正转型 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环境 弄得很宽松 从教育开始就要有一个很宽松的环境 到科研 到制造 到这个startup 像这种这个创业的这个创业版的公司 简而言之就是说 你要需要发明创造 首先要有制度创新 没有制度创新 就不可能有这个宽松的环境 没有人们这个自由竞争的这个氛围 所以就没办法有这种原发性的这个创造 所以说我们就从经济上 一直又回到了政治上 要想要经济上 腾飞需要创新 而创新的改革 又要需要政治制度的来支持 是这样的 好 非常感谢韩教授 非常感谢夏教授 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们下次再见 好 谢谢 谢谢